今天是有点讨厌的 通膨怪兽就像刚庆隆说的 来 庆隆请上来 好不容易等到公司给我们加薪水 然后政府也调高了基本工资 但又如何呢 东西涨太多 鸡蛋放饮过去吃喝玩乐的 全部都涨价了 所以调薪水调那么一点点 通膨涨这么多 但就把它给吃掉了 实质经常薪资会说话是吧 对 其实我们今年1月份的 经常性薪资 所谓经常性薪资 其实就是你的正常的薪水 就扣掉奖金的部分 它已经升到4万4楼 这已经创下2011年以来的 同一月最高的水准了 正常来讲应该是 大家薪水增高了会非常开心 但是却出现了 这个薪水赶不上通膨的状况 那我们看到 这上面有个明目增幅 在今年的1月份是2.91 但是如果考量通膨之后 其实只有成长0.06% 也就是老板给你的薪资 加了2.91% 扣掉通膨 这有什么增长 这么一点点而已 只有加薪0.06% 通膨之掉 通膨大概在2.8左右 更不用说像2020年 当时其实薪水也是增加的 增加了1.59% 但是因为当年度的通膨 也是2%多 所以一来一往之后 你的薪水实质增幅的部分 反而是负的0.27% 所以庆隆 我们观众朋友 您自己要学着算了 什么叫做 实质经常薪资接近零 刚庆隆口头已经带过了 这是老板给你加的薪水 幅度是2.91 2.91我领大的薪水 可是我们最近国内的通膨率 高达2.8多 我们就当2.8好了 2.8 那就是0.1人 就是增加0.1% 对增加0.1 如果最高的时候 一度来到2.8 这么一扣 你的薪资就有成长 这么一点点 OK OK 所以我们看 像2017年也是一样 当时的薪水是增加 但是扣掉通膨之后 其实你是负成长的 那我们经常性的薪资 虽然是被通膨吃掉 但是我们有个薪水 还蛮高的 是所谓的非经常性的薪资 就是奖金的部分 年终奖金的部分 在1月份已经来到6.4万 幸好 对啊 还有这个奖金补 非常高 这平均的水准是6.4万 所以6.4加4.4 所以国内1月份 大概都领到10万块左右的 平均的薪水 其中最高的像金融电信运输业 更领到平均16到21万 观众朋友 如果您对这个概念 还不是很懂 我用白话文再讲过一遍 也许好好增赞 我要量两个小孩 然后这个月薪水 老板加了1000块 可是什么东西 肉啦 鸡啦 什么鱼啦 全部都涨价 我加薪1000块 但是这个月 光买家里吃的东西 因为东西变贵了 多了1500块 光买吃的三餐 所以我变成还付500 就是这种概念了 加薪被通膨给吃掉 一直往第二页走了 通膨概念绝对是今年主角 对会是今年的主角 因为通膨会在今年成为一个投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向 那通膨它必须要有一个受贿 必须要有一个条件 就是本身厂商他们的产品是可以涨价的 涨了价格之后消费者还是非买不可 他就会成为通膨的受贿者 那反之如果他涨价了消费者就不买单 他就会反而变成通膨的受害者 也就是我曾根棒子现在卖100块 接下来明天原物太贵了 我卖150块 如果150块市场都不买 我就没有办法顺利转价 我卖还是100块 那只能自行吸收 所以价格没办法转价 牺牲的是在厂商获利整个被吃掉了 对那从过去的经验来讲 你能够涨价 通常都是上游的一些厂商 对比如说卖原料的面粉啦糖啦之间 对所以我们先帮大家举了就是要主 那就是找那种抗通膨的概念股 基本上都是上游的部分 那当然除了上游的这个 他们的核心产品之外 还必须得符合一些条件 第一个就是他们的殖利率 必须得超过6%以上 认同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防御性的价值 因为6%殖利率扣掉2%的通膨 高高还有4%的习入口贷 对另外股价不能太贵 那本益比必须得在15倍以下 另外他公司营运还要能够持续的成长 今年前二月的营收年增率 还必须得是证数的 所以在符合这三条件之下 其实我们有看到有五家公司 其实是大家可以指的去追踪的 而且都是上游的 而且殖利率都很高 比如说像南亚 他2021年的股息还是7.5% 所以以今天的收盘价来讲 他的殖利率是8.26% 然后他近世纪的EPS 所计算的本益比大概是8倍 然后前二月的营收年增率 是高达17.62% 跟您报告这是呢 去年2021赚的钱 2022发给你的息 所以这个息是今年发出来的 对 这个都是预计 今年大家会领到的股息 那另外像中钢 这个其实今年预计会配发 3.1元的现金股利 所以以他目前的收盘价来讲 殖利率也高达8% 本益比现在是9倍 那前二月的营收年增率 也来到两成左右 中钢应该今年会持续的调涨价格 应该他的业绩也会持续的走升 那另外第三名跟第四名的台泥跟亚泥跟台泥 这个族群要稍微留意 是因为我们有统计 上一次就是进入到比较通膨 比较严峻的 是在2004年到2007年 当时的这个美国联准会 启动了升息的循环 台股所有的产业中 涨幅最大的竟然是落在水泥类骨 水泥类骨 平均的涨幅是落在84% 所以现在三月份 美国联准会即将又要再启动 另外一波的升息循环的时候 我觉得台股中的水泥类骨 大家可以稍微去留意 毕竟他们今年的一个配发 股利的状况也很好 比如说亚泥今年配发3.4% 所以他今天的收盘价来看 值率是高达7.19% 目前本益比也不到10倍 另外台泥除了他本业水泥之外 他最近也跨入到电力产业 绿电ESG 而且营收已经开始占 他的这个总体的营收已经超过两位数以上了 那他今年的预计股率是配发3块 预计是配发3块 所以目前的值率大概是6.26% 那目前本益比是14倍 那最后一档其实是统一池 这个是做麻口铁的 这个其实过去比较大的应用都在那个饮料罐 就饮料罐如果你可以用手捏碎的 可以把它捏扁的那叫铝罐 怎么捏都没办法捏扁的那叫麻口铁 这个就是他的这个应该他主要的核心的一个产品 那他今年预计会配发1块钱 所以他目前的收盘价来看 值率是来到6.13% 那值得留意的是 他今年前2月的营收年证 竟然是高达33% 所以似乎显示这家公司 他的本业已经开始出现蛮明显的增长 所以庆龙我要个答案了 上间大跌300多点嘛 如果股票完全吻合这三个好条件 值利率又像这么高 跌下来反而是我们买长线直优的 当存股的好时刻对不对 对 其实这里面的这几档标的 今天的股价表现都很强 像同一时今天都还是逆势上涨的 所以就可以写出在这个阶段 大家在找防御性价值的时候 抗通膨的值率高本益比低 营收成长的会是法人现在在思考的方向 所以我最后要给答案就好 今天大跌300多点破了年线 大家吓死了万七也破 但是如果像庆龙列出来 通膨概念股三个条件都吻合 值利率也很好 月跌值利率是拉高的 像这一些我们应该是跌下来 反而找机会买那种直优长线的存股 对不对 当然是 好 可是庆龙非常谢谢您了 讲到了中钢报告一下了 中钢是上游的钢铁业的龙头老大哥 就在刚刚对外宣布 国际钢价这么一涨 中钢下个月四月份 第二季的盘价全部都要涨价 可见得应该有听到我们的喊话了 涨幅5.83%了 但是台泥水泥的龙头老大哥 他慢慢的发展绿电 而且有成绩 观众朋友 如果您在乎台泥你的叶子聚拉绿电 成绩有多好 那么非凡办的这场探中和新积极讲座 就要听仔细了 因为台泥副总吕克福会到现场跟您说明白 谢谢台北的观众朋友 这一场的讲座已经全部都罢报满了 那么高雄呢 还有些名额 高雄我告诉您 我们来看一下 题目我会问的 帮您归纳了 因为会请到中游的长官 中游您知道吗 跟台积电签了MOU 到底签了MOU 合作的内容呢 计划呢 中钢 刚刚今天我们不是讲中钢吗 中钢跟台达电 合作了绿能投资跟应用 这全部都走在我们国内大企业 中小企业的最前端 还有智越光 不说不知道 全球道琼永续指数 半导体类 世界第一名 连六年拿冠军 智越光为什么做得那么好 碳中和 节能减碳ESG 爱地球的环保过程当中 太阳能发电 水力发电 风力发电 全部都会问 所以3月25号 我在高雄等您了 记得扫QR Code报名 或打电话 0227662888 剩这么一点点名额 就这么一点点 打电话到台北 因为所以就赶快把握机会了 额满就没办法了 这个高雄也在那等您了 总之呢 绿能 节能减碳 是必走的趋势 全世界都一样 所以通膨压力更大 更凸显它的重要性了 进广告回到这样之后 这个重要性非说不可 国内房市热 通膨压力之下 大家都会买不动产啦 房市啦 做保值 裴曾说景气还不错 是乐观的 但小心 为什么会这样啊